你们看到我爷爷了没 就是穿绿色衣服的那位 福宝半夜别爷爷打电话了 这是福宝联系爷爷的方式 福宝经常用打滚来表达自己的情绪 以此来引起爷爷的关注 在隔离检疫期间也是如此 然而福宝不知道的是 此次他联系不到爷爷了 半岛彼岸的宋爷爷在院子里 陪着瑞宝和徽宝玩耍 他就这样呆呆地坐在滑梯上 可怜的小徽宝 除了逗送爷爷开心 还要接受来自妈妈的胖走 机智的瑞宝早就爬到树上避难了 看着树下的场景 那个惨啊 爱宝做徽宝倒不是因为他做了好事 而是昨晚在房间里 姐妹俩趁着爱宝睡着 爬到爱宝身上做坏事 一个家庭里除了赚钱 男主角基本没有那么多烦心琐事 乐宝先生就是这样 除了和爷爷玩游戏 他还会 会跳舞 每天的晨跑 还有将爷爷陪着 生活要多惬意 就有多惬意 乐宝出场自带喜感 虽然已经11岁 三个孩子的爹 可谁还不是个宝宝 吃饱喝足后 乐宝就爬到树上 看看对面的老婆和女儿 顺便弄个帅气的发型 标记领域也是乐宝最爱做的事 当院子里的标记细味变淡 乐宝就会把每个角落再标记一遍 乐宝上下班时间很准 多一秒少一秒 他就不是乐宝 感谢观看